江湖 贯穿你我 大义于事 江湖 是纠缠的人际关系 是复杂的人间情感 江湖总会有这样一个人 承担着大家共同的信赖 安静的裁缝铺 制衣将双手翻飞 一把剪刀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繁杂的菜市场 商贩们挥发霍霍 一片利刃是立身江湖的命脉 那些依靠刀头手艺吃饭的商人 在刀锋间行云流水 见惯了市场百态 而磨刀人 在这片刀光剑影的江湖 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伴随着昭阳和燃流 王师傅一天的生意 便开始了 作为一门老手艺 王师傅学徒时 研习了传统的诗成关系 这并不是旧时代的糟粕 反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一种新火的延续 也正是老匠人们 手把手的延传身教 我们才能看见 磨刀匠这门手艺流传至今 先学人 再学徒都是这样子讲的 一定要对客户真心诚意 师傅很聪明的 因为店有些时候 都丢给我们的 他就不许往地下 掉五块钱 好像一块钱 看你今天捡起来 还是放在自己口袋里 还是给师傅 都是经常这样子 试念一个学徒的人 王师傅的江湖礼 有尊师重道 必然还有神雕侠侣 妻子陈彦经常陪在王师傅身边 看着她干活 是一种习惯 也是一种幸福 在旧社会 磨刀匠是社会的最底层 即便是在现在 收入也并不丰厚 那当年 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这种习惯 起来比他小 小买得多 但是我领到他 他已经三十七岁 喝不出来 二十二 喝起来就 二十七八岁 我为什么身体不好 这人跟 不可能说 说一问我 自己跟一个毛病 就忙碌 他洗脊 头脊 顺脖走他 出了之后 找到他 我整个买 买辛苦 我已经要跟他说 我说我这个锅 没得磨 都不关系 但是没得 你这个锅的 撒拉的那个 我说你再整理一个 你这个绳子 四国绳子 给他 或许这就是 磨刀石前 初相遇 一见老王 嫁终身吧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面 无兄弟不江湖 别看王师傅 守着这一方磨刀石 朋友却又很多 从朋友的话语里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 完整的江湖中人 他带有捧鱼 也很意义 这个地盒子里 他是慢慢好相隔 他这个地盒子 他也是挺正义的 他这个领域的 这个地盒子里 很容易解决 把你我没有刀啊 不供刀好刀去 他就是 现在来 接下把你我听 无人搞定的 他就说 不能楼 楼子的我身 生日搞定的 人家不知家庭 都很小 这个地盒 是那么大户 这往一个国民感 对于这些 王师傅自己 却看得很淡 他并没有觉得 自己有多好 多帅 江湖气多重 反而是顾客 不经意的话语里 让我们找到了 王师傅 能坚守这个职业 三十多年的答案 王师傅的江湖很简单 一个木棚 一泡清水 一方磨刀石 一把带磨的刀具 几个步骤 一个也不能少 绝不偷工减料 是王师傅 于江湖中 立足的原则 也正是因为 王师傅的厚道 才得到了 老顾客们的青睐 才有了几十年 把刀交给他 打磨的信心 王师傅也告诉我们 千万次的磨力 才有了刀刃的锋利 那我估计 一把菜刀磨下来 都要一百多下 你当三十一年 一天当他一万下算 三百六十五天 乘一万 再乘三十一 太多太多了 一来位就这样子 多 挺多的 上亿的吧 那肯定有 还不止的 肯定不止 这么多年了 你要这样子 来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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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盆子 这个盆子都换了 换了十几个了 你要这样子算 这个木头盆子都换了 十几个了 细细算一下 王师傅的这笔账 从入行到现在 一个最简单的动作 已经重复了 一亿一千三百万次 这一亿多次的魔力 让王师傅 成了江湖的参与者 和见证者 正如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过往 江湖中的每一把刀 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刀石人 刀剑士 这是王师傅 自己修炼的秘籍 这些菜刀 有些菜刀拿回来 上面干干净净的 擦的 它有些拿过来的 上面还有什么菜 钉在上面的 它这个看得出来 拿个刀拿过来 比如说人家做理发的 拿过来磨这个理发剪刀 它有些保养的挺好的 天天擦洗的 它像菜刀一样的 有些脑袋的 很抗就的 用几十年的菜刀了 就像新的一样的 它有些人就寄婚的时候 拿过来的剪刀 我说你这剪刀 已经没什么用了 他说你给我磨一下 我照样给您钱 我说你磨过去干什么 我放在那里 不用 他就留个纪念 磨刀这么多年 给王师傅留下 印象最深的 是一位老太太 按王师傅的理解 吸刀之人 必然也是重情之人 上次一个老太太 她磨刀 我说你这个刀 年代多了 对 她还是我家老头子 那时候 在上海路由的时候 吃个美的 那个菜刀 吃到现在 她还在用 插得清新的 那个瓶啊 那个木头像油光 垫垫的 保养得挺好的 还有油 很多人都这样 她一种情怀了 老头都已经不再是十几年 她自己讲的 菜刀还放在那里 她就总有一个情怀的 磨刀石上的来来回回 或许真的能锤炼一个人的心性 从年少时做生意的据理力争 到现在从容面对工作生活中的磕磕绊绊 王师傅的成长不仅仅是棱角的圆滑 更是性格的甜淡 王师傅叹息的是这个手艺的传承 江湖中千百年来的磨刀手艺 到了她这儿 可能就是最后一代了 总归王师傅并不是那么刻板的老先生 对于传承 她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 这个手艺最好有人传承下去 但是我希望年轻人还是好好学习得好 毕竟这个是苦活 社会在发展 工业在进步 或许未来的江湖之中 真的就只有磨刀人的传说了 当然面临失传 也是诸多老手艺眼下所经历的窘境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 希望他们在每一代人的记忆中 留下印记 对于优传承